大家好,我是宋奇轩,我来自台北,我今年23岁,我来北京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之间,我觉得北京的棒球其实是越来越好的,也更多人在尝试这个运动。 2018年,作为棒球特长生,宋奇轩来到北方工业大学读书。 2022年,宋奇轩毕业以后,选择了留在北京从事自己喜欢的棒球事业。 现在他和几位学长共同创办一家俱乐部,取名为新世代棒球俱乐部。 当初来的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回去打职业吧。 但是慢慢地慢慢地,这个想法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反而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想要去把这一项运动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能够去学习到,或是知道棒球是什么东西。 成为职业棒球选手是很多学生的梦想。 在宋奇轩看来,棒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平均为5至10年,提早转换赛道也可以尝试更多可能性。 我想的就是,我可以提早转换跑道,当然我还是留在棒球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我从棒球的这项运动上面也学习到特别多, 然后他可能就是,你也舍不得离开他,那我继续留在棒球的这个圈子里面, 然后我还是可以去换一个身份,然后去执行这一个项目。 早在大学期间,除参赛外,他也利用周末坚持教球,积累教学经验。 今年4月,宋奇轩和首批台湾棒球特长生同样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的王浩亚、朱建斌合伙创办了俱乐部, 为北京的小朋友提供专业棒球指导和服务。 其实内地的发展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然后看到之后觉得说来这里发展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可能虽然说棒球文化来讲,台湾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内地这个地方的棒球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当初高中毕业,就想着说我来北京尝试看看,刚好有这个机会嘛, 然后不是每一次都遇得到的,然后就毅然决然地决定来北京发展。 此前国台办消息透露,应台湾体育界所请,大陆有关方面成功协调将棒球纳入在杭州举办的第十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宋奇轩认为,此举对棒球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亚运会是特别好的国际赛吧, 然后如果又刚好可以在国内举办,那它对棒球的影响力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国内办相当于是大家可以都进场看比赛, 然后让孩子们去到现场去看到成人去打棒球的那种感染力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棒球运动起步早,赛事众多。 在宋奇轩看来,未来两岸可以举办棒球交流比赛或论坛,互相学习。 我觉得可以多去举办一些两岸的之间的交流的比赛吧, 或者是一些棒球的一些论坛这种都挺好的。 需要多交流,两岸需要多交流。 然后我也会鼓励我的朋友们或者是一些之前的队友也好, 我会希望他们也都能来尝试看看或是看看不一样的环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工作,宋奇轩对此很是认可。 我觉得非常地好吧,就是真的可以来看看, 就是不要只停留在世界里面吧, 还是需要出来走走看看,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 开开自己的眼睛。 开开自己的眼睛。 开我呢,到台山上的利益。 开这里,现在可以找到最接触。 开开自己的眼睛。 开水面。 开使用离新夜。